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ZZ资讯大爆料 刚播出的蒙探探探案,我看了一期后直接就被圈粉了 虽然前两期主要的嘉宾只是蒙探团的成员 可在潜伏剧组的帮忙之下,让节目变得有意思多了 我每次看到孙红雷,那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感觉就在屏幕前憋笑 随着案件的不断侦破,最后的间谍原来是杨子跟红雷哥 嗯,就很意外,毕竟他们从头到尾都很明确,也很傻 怎么能隐藏的那么好 在我感叹这两期节目的精彩时候,有网友说下期更精彩 用微博先火来形容一点毛病都没有 在上期的预告中,我们知道他们下期将去网清雲年剧组 对于清雲年观众十分熟悉了,由张若云和李沁等人主演 是2019年十分火爆的网剧 清雲年一直还有说要开拍第二季的说法,但是至今还未看到 不过能看到出现在综艺中也还是蛮兴奋的 和第一期的潜伏相比,下一期的阵容可谓是真的很强大 除了常驻嘉宾外,这一次还邀请到了张若云和李沁这对剧中的CP出现 鸡腿夫妇合体了 能看到两人再次出现,不觉得又总拉回了当年追剧的乐趣 剧本看到是张若云李沁做客下一期的蒙坦坦的暗剧组 都开心的说熬夜也要追 就是因为大家太喜欢清雲年这部剧了 近期也一直随官方赶紧上线第二季 恰好主创意习当相,换作是谁都很激动 所以只要这期节目播出的话,剧粉肯定不会错过 熬夜起来又是精神抖擞的打工人 那么创越到了清雲年,自然是要变身为剧目中的角色 这次蒙坦全员都扮起了古装,扮演了清雲年中的角色 本期清雲年专场让人十分期待 首先就是凡尔赛弟弟宋亚轩来了 好一个玉树林凤风流倜傥的小松公子 和古装的石碑兔100分 剧中小松穿古装跳舞,男女装自由切换 简直是可爱满分 怪不得是哥哥姐姐们的团宠 谁看了不喜欢呢 单从性格来说,我感觉小松是很慢热,有点受恐的 在不熟的人面前很安静 萌坦坦的暗,就能看出他性格的特点 面对没有接触过的前辈,小松有点放不开 很多时候都是跟在笛哥身边 小松说过他会勇敢 因为勇敢可以让很多事情变得不可怕 作为一个刚踏入娱乐圈的小透明 零四年的小孩 有礼貌,不作妖,未来可期 期待节目里更精彩的表现 由于是庆余年的剧本 所以节目组请来了庆余年中的演员 镜头里张若云就现身了 而且还是穿着剧中的戏服 跟张若云一起来的还有李沁 他也一样穿着剧中的服装 再度扮演起了林婉儿这一角色 张若云和李沁是乘坐着马车出现的 张若云站在马车前跟大家打招呼 最后他掀开的帘子李沁出现了 而手里还拿着一个鸡腿 鸡腿姑娘又回来了 时隔两年 张若云和李沁两人再度合体 好多剧粉都不淡定了 鸡腿夫妇终于又营业了 好让人开心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